各位文白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跟大家讀一下5月5日快活谷的夜晚的赛后重点报告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一下这个节目 另外可以考虑一下加入小弟的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昨天的赛后报告都很晚才出 雷文睡了一会儿 睡到现在凌晨又要起床为大家服务 希望各位真心支持这个节目的老朋友 可以支持一下这个节目 说到第一场赛后重点报告 今天的报处比较少是慢报处的情况 看看赛果是否正常 由第一场讲起 第一场韦达赢了魅力星光 那只开心有理 回到香港可以跑回第二 那只上达十几档 可以跑到第三 何敏恋哥哥 那昨天提供的一只懒满 只能捱到第四 在里面打了一些困籠 齐齐出击出集一般 继续清彩 起步向外跑 搞到小鸟傲长 马公臣都受击逼 又失地 在外面出集的东方繁华 早段都队 但都不能够加速 接着切入 走回到来南 去到1150米 魅力星光在上轄内側受击逼 当时騎斯已经努力阻止 但是上轄仍然将头转側向内斜跑 接近1000米 继续精彩 靠着电子宝贝的后提困境收闻 慾继续精彩外面的东方繁华 亦受阻 有人要付出代价 史卓峰哥哥 又能阻止人 又能阻止人 史卓峰 裁定不小心拆骑 事源过1000米 他容许坐骑 都没有带来开心有理 向内斜跑 搞到开心有理 带他内跑 又押去马公臣 那里 这门就不幸 令到马公臣不必要地 受击逼 以及要立避 有时候 姚本辉昨天 上进之星突然找莫雷拉 这十几党 就大别拼命 打毛波都没办法 史卓峰 买了马公臣就不幸 不必要地受击逼 立避 是马公臣 然后向内斜跑 又押去继续精算谋攻 小组判史卓峰5月26日星期三开始停 去到5月31日才可以出赛2日 罚3匹 他罚3匹 买了马公臣 输了多少呢 突然间那场 找上进之星 莫雷拉放弃 这么多马都不骑 骑上进之星 这一只打毛波 没办法 原来是肩负重任 买了马公臣的朋友 就哭得一句句 这一天陪你一起哭吧 过到900米 跟着精算谋攻的小鸟傲墙 又收慢 又要避开后台 今天小组又发现 精算谋攻 就是造成这宗干扰的原因 尽管精算谋攻 受在外面的马公臣又压 但是小组又认为 精算谋攻 走势又笨拙 又向外斜跑 过到1000米 魅力升光 走大外跌 没有遮挡 去到800米 就比他上前 600米 仍兴领放马的外面 哇 今天那些马都放在前面 都是好处 所以有时候跑马都要说 执生 过到800米 电子宝贝收慢 在马公臣后面 取得遮挡的时候 昂首和难以稳定走势 去到250米 开心有理 在上教和魅力升光之间 茅流可上 继而一度在上教之后 又处于困境 当时魅力升光向内斜跑 过到200米 开心有理 推进到魅力升光和上教之间 执位之制 在魅力升光里面 是紧逼竞跑 昨天那些马防杀 升震天 另一只 原来 是肩负重任的 当然是说魅力升光 在外当 十当 看见十当 都很害怕 原来今天 摆在前面走 45秒9 摆在前面的三重彩 是一只马功臣 叫做追上来 有一只 叫做 肩负重任的马 得手 上教也是其中一只 那 是啊 那 魅力升光 即是一只上教在魅力升光里面 紧逼 被人查询一下 我们今天的万人迷拉叔 是万人迷 大佬 被人查一下 莫雷拉说 在950米 发生一件事 精算谋攻 动作又不相信 他说 他在500米之后 力队坐騎 但是坐騎 又交不到他的反应 在直路组断 动作又变差 他说 由于坐騎的动作感觉 不相信 他就停止力拆坐騎 是吧 就是买马的时候 奉劝 莫雷拉 信不信 是吧 就是 他觉得不信 那就不騎 是吧 那 改用手足 并用 為主 去摧拆他 大家 今天 按兩只精算 來看看 是吧 屎曹峰今天 上教就可以了 下一只 叫做精算 赤焰 是吧 整個馬在內蘭 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只 史卓鋒上教 肩負重任 就進來了 下一只精算 這只精算 謀工 就不相信了 那只精算赤焰 史卓鋒 在內蘭 就沒有騎過 差不多了 但是 坐騎 在末段 他說精算 謀工 又不夠信 就已經 沒斷在那裡退 受醫 立即檢查 就不良於行 還有患有喘名症 過往都有這樣的毛病 那麼 精算謀工 要試襲合價 才可以再次出賽 看完第一場的形勢 你十檔 切過來的 魅力聲光 十二檔的 上教切過來 這麼快 兩隻大外擋 切過來 是不是兩隻 同一時間 都可以進步到這樣呢 連那隻 開心有你 都是從重化回來的 三隻馬 就三重彩 快步速 都不斷 馬功臣 就 有些被人阻止下 顯得 這一場馬 看完之後 應該 場地 都是比較你前置 但是 如果大家覺得 那隻上教 大部分 執外檔 都是不多度 不過 我都覺得 是有些進步 但是 應該 不應該進步到 十幾檔 那麼快 步速都能捱到 總之 今天 都是放在前面走 去到第二場 那些 歡欣福星 甚至乎 流後的 行雲流水 這些都是放得前些 但是 那天 電訊巴打 和黃炸 好像有些事 電訊巴打 反而就差些了 為什麼呢 因為 歡欣福星 是跟那些 起進驅的 跑 所以 電訊巴打 這次擺頭 就 捱不到 但是 步速 都算是OK的 1分16秒1 第二場 因為現在 半夜是2點多 雷文都瘋瘋瘋瘋瘋 剛剛睡醒了 約出的時候 盡力之城 周俊禄 就立備超脆的後台 總之 巴道贏馬呢 雷文跟大家說過 巴道贏馬 上次那隻叫做 十二馬 大家如果有追這個節目 上次我都說 他是發財寶 一直都好像 互駕著內難 一路都不壓進去 發財寶的角色 就好像負責頂住外面的 那隻 那隻 今天呢 這隻 歡欣福星 又擺前左 又贏馬 打算擺頭走 周俊禄 減磅的盡力之城 一約出 就已經立備了超脆的後台 那真是這麼巧呢 當時超脆急速向內斜跑 建澤騎士周俊禄 就這樣說 儘管盡力之城起步 就受超脆阻了 但是 蔡淺 打算將盡力之城 在大外檔出閘之後 就在早段馬群切入 就已經是找遮擋了 打算放都不放 完全都沒有想過放 百度你先走 歡欣福星 後來的票多厲害 其後 在外檔出閘的超脆 就在馬群後面切入 起步有快速的歡欣福星 就向外邪跑 捱到那隻 黃詐 大家都記得這文 曾經都說過一條鬼故 那隻黃詐走走走走走 然後被那隻喜迎寶 如何 800米 就踩上去 燒燒燒燒燒燒燒 燒到損 兩隻馬也斷 很容易 那一條煞 雖然就會這樣 走路 改回來 都正在外國 じゃあ 这一场原来也有组合拳 跑到一段徒程,电讯巴打向外邪跑 就撞到那只叫冠宝区 电讯巴打,田鸡赢的 今天田鸡都不骑,变成了何宅耀哥哥 记得有一次鬼谷,健康在望 那次那只就是田鸡赢的 今天赢完田鸡就选童话来骑 如果我没有记错就是这样 那只健康在望,当时就找何宅耀骑 田鸡不骑,就两次了 其实很多次都是被何宅耀骑的 我记得最经典的就是这两次了 雷文两季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潘顿不骑,那些马尼尼都会跌到那几个骑士 不会跌到第二度,很少跌到第二度 这一次,电讯巴打赢完,田鸡就不骑了 给了何宅耀骑 那,何宅耀骑,电讯巴打,屡见威赢了 那,电讯巴打就向外斜跑 那就是撞到田鸡那只罐宝铠 跑到一千米的時候, 盡力之城一早都打算不放 盡力之城跑來又搶口, 把頭又轉側 向外面貫寶區的後庭跑去 殺到八百米, 盡力之城的票都這麼軟弱 大家想一下賽職, 擺頭走, 贏過那隻幸福老窩 幸福老窩剛剛對上那一場, 打比之後那一場 還是打比那一場, 好像跑第五 又不放了, 盡力之城 幸福老窩, 周俊樂一出閘就蹲一蹲 莫磊拉贏盡力之城 跑到高東尼, 下一次就飛了周俊樂 找梁家俊就贏了 跑到一千米, 盡力之城跑來搶口 把頭轉側, 向外面貫寶區後庭斜跑 跑到八百米, 貫寶區又被承財碰撞 承財今天又不用那一招了 跑到七百五, 五十米, 盡力之城 就在城塞後面困境昂首 跑到二百米, 開始在移動的黃詐 一度在行雲流水的後庭裡有緊迫 當時行雲流水的頭轉側, 內閃 末段, 田雞簡劇的灌寶區 向著行雲流水後庭斜跑 田雞要修正灌寶區 所以灌寶區在接近終點 未能全力思維和 那賽後 莫雷拉又有些事情表示 剛才那隻就說 精算什麼, 不信 出紙又喘命 這隻就看她說什麼 她說, 黃詐組段 都放在有遮擋的位置 其後在轉彎的時候 我也有受 趨拆她 坐騎組段 直路不能加速 其後 賽事較後階段 已經在移動 黃詐黃詐 又黃又詐 原來是有詐 莫雷拉就不能夠 令人失望 提供任何解釋 賽後報告想找解釋 不用解釋 沒有解釋 我不用解釋 做過賽後報告來做什麼 獸醫立即檢查 但正在移動這隻 聖黃的 炸的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今天賽明紹發揮幾隻 馬都沒得頂 黎文包了頭 那隻叫時時精彩 塞到跪了一跪 蔡明紹的延續美麗 又表示 馬少少 九隻馬 問了幾隻馬 再加上 為何電信巴打贏 田雞不騎 沒斷 冠寶區很想搏 不過又未能全力思維 進力之城 放頭贏 幸福老窩 又不放 打算放在後面 過關非偉達的 進力之城 飛數很疲弱 那隻成才明知 早兩次才說 哎呀 我拼咪的時候 又想著 我懂得怎樣去走外諜 馬走外諜 會怎樣怎樣怎樣 馬勝是這樣的 今天忘記了 莫女拉說 沒得解釋 蔡明紹的延續美麗又說 早段嘗試 把延續美麗 放在領先馬後面 找遮擋 但是 最緊要聽 但是 行雲流水首次 在終點的時候 在座騎裏 保持了位置 所以 延續美麗 就不可以在 黃炸後面 找遮擋 他說 座騎跑到1300米 就已經沒有遮擋 走了外諜 他說 雖然這個階段 賽事補足 是不快的 但是 座騎的走勢 又不足以上前 去超越那隻黃炸 蔡明紹又認為 他要大力 隊延續美麗 才可以嘗試上去超越黃炸 但是 鑑於 延續美麗的走勢 加上黃炸 看起來 走勢又更加 他認為 我這隻延續美麗 根本都沒有速度 兜過這隻黃炸 他說 他選擇把座騎 留在黃炸的外面 又不留在後面 是留在外面 坐騎 就因而沿途 走了外諜 兜上去 不行的 我又不夠快 留在外面 為什麼不縮在後面 為什麼要留在外諜呢 是不是 坐騎不夠快的時候 你不要兜了 不要兜 你可不可以 趴進去 為什麼要走了外諜呢 那就沒有了遮擋 坐騎 過到600米 就已經在這裏移 拆騎指示 就是叫你兜過框回來 這個意思 你問設計對白 報速1分16 9隻馬跑 其實賽果都不是難選擇 不過 好像突然間有些馬 總總跡象顯示 總總跡象 都不是那些跑法 而跑一些 看上去又不是很離譜的馬 只可以這樣說 說到第三場 說到第三場 蒲俠超德 就不能騎 電路7號頂上 這些都不想說他 其實又是一場快步速來的 天火同仁 守著靚位一折 就贏了 那隻令才十一檔 又可以測過來 又是快步速的 又可以測過來 兩隻擺 一二三位 就串了Q了 反而 這場馬 我在昨天的雷文視傳 Live都跟大家說 這場馬其實報名表很特別 包括有大家開心 快樂歡騰 大眾勝利 還有令才 這四隻馬 都是可以報1200米 而沒有報1200米 而專門 就好像不知為何 約了這場 來報1000 即是同場 其實他可以報死班 有很多1200的 他們一向都跑到1200的 但是呢 打王牌出來 跑一千 即是有1200 不跑的 好像呢 就知道實得 這樣 對了 令才就得了 大家開心 亦都得了 快樂歡騰 都得了 即是呢 除了一隻超班 十幾皮的天火同仁 三隻都是跑開1200 就縮下來一千 有千而不報 二報來一千 至於跑第五 那隻是甚麼 雷文 圖俠超得 回去睡一睡 我想電路7號出來跑 那就跑過第五 不要說那麼多這些 莫雷拉金馬玉堂 跑第六 快步速來的 其實大眾開心是追的 快樂歡騰是追的 電路7號是追的 那... 說了 不要說那麼多這些 梁家俊請讓路 起初過榜的時候 就... 攜帶兩條馬桃帶 那... 要重新過榜 罰三千元 帶兩條馬桃帶 是啊 老叔父教的 出去玩的時候 帶兩條馬桃帶 帶兩條馬桃帶 為什麼會帶兩條馬桃帶呢 好奇怪 那... 在宣布出賽王浩南 不是舉... 新報啊 不是舉報 是啊 馬桃帶很乾淨啊 不要說到舉報這兩個字 啊 好敏感的 是啊 是新報 是啊 不是說打去那些物思物思啊 咖啡部門那裡舉報啊 大哥 不要亂說啊 那... antically呀 那... 沒 scrut可知道 Dinge 這兩個... 那... 集内不安,出集笨实,向着好田铲的后提邪跑失地 好田铲,猜不到有十多档的什么财物财,有1200也不够快 走来1000,就过来了,好田铲追马,这粒铲就死得了 无价普起步向外邪跑,撞到那只专专缩来1000,打完黄牌,凹着眼罩的大家开心 如果下次,Layman又发觉这些东西,就会举报一下 不是举报那些,举报一下为什么那些马突然缩过来 Layman觉得原来有些配备变动,可能那些会好些 全财起步向内邪跑,捱到大众胜利 大众胜利向内邪跑,搞到金马玉堂被撞 大众胜利在早段马群撤入,快乐欢腾又是缩过来的 有1200两场都不报,缩来这里,又得手了 在大岸档出集,早段收曼,找遮挡,一时日放头 我都说这只马留住宿最厉害的 连贯跑法,不要跟我们马迷说笑 那条条例你跟我们说,取消了算数 基本上三多场就不同了 这只马,过到700米,包友里向内邪跑 撞到电路7号,电路7号和包友里跟着紧迫 电路7号在600米稍微向外邪跑,撞到包友里 包友里相应又向外邪跑,又撞到无价宝 去到550米扔弯,包友里将头转转外闪,搞到无价宝又大外跌 跑到500米,跟着包友里的快乐欢腾,收曼,避开包友里的后体 去到500米扔弯,宾达之星走势又笨实,又过榜 又被人罚了钱,向外邪跑,阻倒大众性里 其后宾达之星转弯时,持续外闪 蔡明兆,大家开心,开心一下,专门缩晴,专门凹眼罩 如果我没有记错,又承认一项不小心拆旗 你看人家拨马的时候是怎样 上教十几档,不小心拆旗 踩你都傻了,我有上进之星在 在这儿,姚本辉说 这一只,专门缩晴下来的,三只缩晴下来 跑二三四,你说那只天火同仁出站 晚一晚,这三只缩晴是三重彩 唉 蔡明兆,大家开心,承认不小心拆旗 事缘在450米,他就给大家开心 移到请让路的外面 令到座骑都没有带来包友里 就向外邪跑,还越包友里的跑线 包友里就落了鼻 小组又罚他5月12日星期三停 直到5月17日罚2日 然后再罚5匹 文家梁跑了这条胚子 不知道能否保不保得数 不过这么多马一起缩晴 一齐有千二五报 一齐跑二三四回来 应该这5匹的东西都是湿湿碎的 大热门,叉都会选择 闲头,拖完,搞定 当包友里立鼻的时候 后面的无价寶就收慢 避开包友里的后堤 到150米,快乐欢腾向外移出 避开好甜产的后堤 秀医立即检查请让路 没有明显异常之处 无价寶发现心律又不正 又流了鼻血 这一场马 报复是快的 所以一二名就串Q回来 估不到那只令才快得这么交关 涉恩哥哥 今天那只令才又可以 刚才那只 什么才 希斯那只叫什么才 承财 承财,沿途走外叠 威了很多场 昨晚又不记得了 这只令才又可以 一声就过来了 奋斗红才就没了 不说了 佛达文家梁五皮 三只一起宿情 都可以了 应该是十岁 第四场 又是快步速 今天那些场地真是快 都比慢步速 至少那些时间 看上去都令人想作呕 看到那些快步速 都算是正常 牛精大哥的出集 十分笨实 整天都快 顶着正管欢心那场 够快 今天高帕山赢了 又笨实 记不记得 妙妙精彩那案 这文真是好死 敏感 不要说那么多鬼故 牛精大哥的出集 十分笨实 大家看看那只 傅全英雄 落那些费 田泰安騎 傅全英雄 我都跟大家说 昨天在李文士前Live 潘明辉帮傅全英雄 試习的 都不用潘明辉 潘明辉这场 没有马骑 都要用田泰安 田泰安的作用 在这里是什么呢 牛精大哥 田泰安 高冬来的波 不是 牛精大哥出集十分笨 跟着向外邪跑 被向外邪跑的仲德威 撞到后面 各位如果买了牛精大哥 不要说买了 你看到牛精大哥 在这里 你猜不猜到 他竟然不是 那两三只 相信各位度马 都遇到牛精大哥 可能一出集 都是两三只之间 不是啦 一出集就笨了 那 继续向外邪跑 压了去的仲德威 不是 就 继续向外邪跑的仲德威 撞到后面 慢了再被仲德威撞 仲德威 仲德威受正本雄心 阻挡了 当时正本雄心 向外邪跑 仲德威撤入找遮挡 这只黎文廣告 追到四集不错的 有心有刑 哇 撿了个十档 鱼狼似虎 撲上来 在外面 出集的 有心有刑 修慢 穩遮挡 王手 接着一段短途程 向外邪跑的牛禎大哥再撞 因而再撞 那只叫封珍的后面 起步一段途程 覆滿寶 覆滿寶 臨場之飛 多厲害 六隻馬 一起平排衝線 失了手 不過不要緊 人家後來 潘明暉有一場戲 不要說做戲 香港精神转转转 彎 那隻勁区由二十多倍 打到十多倍 這次對賠率挺敏感的 那隻勁区對上那天 是六十多倍的 今天就十多倍了 這隻覆滿寶 原來配合那隻勁区一齊 不過覆滿寶 進不來也沒辦法 何而不幸 六隻馬一起平排衝線 差不到第二回來 跑馬 跑一下銀子 夠不夠聰明錢 好過啦 大家看看精算赤炎 一會兒又說什麼 複本寶 和精算赤炎 互相挨拆 進入直路 正本洪森向外邪跑 又避開風箏的後面 又撞到中德威 精算赤炎 剛才精算什麼 那隻莫雷拉騎 史燭峰那隻 就咳進來的上膠 罰了錢 這隻精算赤炎 就是史燭峰騎 在直路內閃 不願意 總之內閃 又不願意移到馬友王的外面 跑到200米 跑到200米 就在一段途程上 就在馬內緊迫跑 整隻馬都不知道在跑什麼 沒有跑過 上次又被人捱一捱 又沒有跑過 今天又沒有跑過 看看什麼時候才出來跑一次 去到250米 正本洪森 今天的馬房什麼馬都可以 每隻隻都可以 去到250米 正本洪森 向內移入 避開風箏的後題 有心有型直路 跑來自亂 跑到100米 展開強勁衝刺的時候 就向著外面的創科先鋒 後題斜跑 有心有型 其後向內移入 避開創科先鋒的後題 殺到50米緊要關頭 在創科先鋒裡面又緊迫 其後又急速向內斜跑 又避開創科先鋒 接著又撞到大順威後面 大順威就沒有了平衡 有心有型 沒斷 在創科先鋒裡面又緊迫 由於發生這些事 有心有型 是未能夠全力思維 那輸多少回來 有心有型 是輸一個馬位 23456之間 是半個馬位分勝負 那是多少倍 是80倍的 這次不說 大家都知道應該怎麼做 下次 起碼要密切留意 看看馬房是否正氣 讓人查詢一下 高帕薪落重飛贏馬 大家都記得 秒秒精彩 是不是 什麼天天精彩 秒秒精彩 還有很多隻 你問過了 忘記了 牛精大哥 遇到他二、三位 如果你在這裏 那隻富全英雄 救不到膽 下這麼多飛 被人查詢楊明倫 跟牛精大哥 表示 他收到一個命令 在九檔出閘 牛精大哥 盡可能 被牛精大哥 在早段嘗試 在領放馬匹後面 右遮擋 即是不要放 找右遮擋 千萬不要放 楊明倫 有遮擋就可以了 他說 他獲得解釋 座騎最近贏出的時候 都在領放馬匹後面 有遮擋的位置 即是高冬妮 跟他解釋一番 是吧 你那時候贏過 都是有遮擋的 總之你這次有遮擋 不要放 對著正本開心 你又不是這樣跑的 是吧 對著正本開心 你又不留在正本開心後面 今次又不是 是吧 今天才知道 但是他在領放後 在末段 不能夠勁勢衝刺 因此 就覺得最佳的騎法 即是他跟他說 不是今次領放 即是說 他贏的時候 就有遮擋的 但是他就在領放之下 在末段不能夠衝刺 所以賽前覺得最好的跑法 就是嘗試給助騎 找遮擋 讓助騎 有機會在勁勢衝刺 劉貞大哥以勁勢衝刺 不斷勁勢 楊明倫就說 助騎 在一千米的時候 切入到靠著內蘭那個位 劉貞大哥什麼時候 可以切到內蘭 勁勢衝刺 其後恩中段 就因福滿寶 其後恩 在早段 因為福滿寶 就在創科尖鋒後面 保持位置 而沒有遮擋下 走了去外諜 搞到 牛禎大哥 沿途走了外諜 就沒有遮擋了 賽後莫女拉又解釋又表示 風箏在外檔出閘 就一般 其後居在教賽傳部署 為後的位置 即是有幾隻兩隻放頭的 就不見了 即是想著會減過來的 放下的那些 就沒有跑到前面 人家庫存英雄落這麼多飛 所以風箏在馬群後面跑 幾連貫的跑法 似乎失去了競賽意獄 還是拉縮失去了競賽意獄 不要緊 你今天的角色 有個常進之星給你 你們是演員的最佳修養 因而全程不能夠拿到具有競爭力的位置 因為風箏失去了競賽意獄 就拿不到個好位來跑 有些庫存英雄落這麼重飛 如果有四五隻馬一起跟你搶一下燒一下 夠不夠膽落這麼多飛 有兩隻放頭就被人問話 就解釋完了 所以莫雷拉全程佔不到有競爭力的位置 立即檢查就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不用檢查這封箏 檢查一下莫雷拉 庫存英雄 一放到底還要快捕速放得到 正本洪森在最後一剎那 二、三、四、五、六、七名 都是在一個馬位分勝負的 有心有形 剛才也聽到有幾多意外 福滿寶 這一隻臨場落幾多飛 不說了 說到第五場 剪不剪開一段 剪開一段 先剪開一段 是這樣的